大家好,我是小芬妮,新的一天,乌军继续痛揍俄军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俄又损失1130人 还有20辆装甲车,59辆军车,7辆坦克,46个火炮系统等 据报道,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在哈尔科夫州发动反击 控制了俄占领者的营方区以及迪牌连的据点 向前地区推进了2平方公里的深度 该旅的旅长表示,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 削弱俄罗斯第20集团军的进攻潜力,目前这一目标已实现 这是该旅的官方声明为英勇的乌军点赞 据报道,乌克兰海军在黑海金伯恩沙嘴摧毁了俄罗斯一个非常大的弹药库 据报道,乌克兰军队使用海马斯导弹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 俄军队训练场并造成了重大破坏 当时俄突击队正在此处训练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 军用车辆被毁 据报道,昨天早上乌军袭击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地区 马里诺夫卡的俄军用机场从曝光卫星图像看 大量俄战斗机遭殃 据开源情报分析称 存放飞机武器的仓库及一场基础设施遭到损坏 雷达系统遭到损坏 此外三个机库被彻底摧毁 另外两个机库受损,苏34飞机损失了一致物价 据报道,乌克兰继续破坏俄罗斯燃料后勤 昨天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高加索港口一艘 载有油箱的俄罗斯轮渡 导致轮渡被毁沉没 轮渡载有30个油箱 适度导致船员落水 举俄罗斯紧急情况不撑 使其人获救 另有两人下落不明 看来这次次精确也是成功的打击 乌克兰可能使用了海王星导弹 下一步就是炸毁克里米亚大桥了吧 俄本土俄斯福州炼油厂的大火燃烧5天了 人在燃烧 据俄没报道 又有集装三爆炸 看来俄对这场无人机造成的大火实在无能为力 8月22号 乌克兰入侵俄领土库尔斯克过了第17天 又一波消息来到眼前 令俄傻眼的一幕又来了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自然去了苏美指挥部 会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希尔斯基和苏美州州长 希尔斯基称 部队成功占领了另一个 克拉斯诺加布里斯科子定居点 从而彻底切断了俄军与库尔斯克州 科鲁什科夫斯基区 伊姆海南岸的陆地交通 也补充了更多的俄服鲁 苏美州州长则表示 乌克兰攻入库尔斯克州后 在苏美地区遭受炮击的次数有所减少 平民伤亡有所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 最新消息称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允许乌克兰在库尔斯克 使用收到的美国武器 五角大楼副发言人 大布里纳辛格说 我们的立场与乌克兰能主动发起进攻 以防御俄罗斯从库尔斯克 和苏美边境地区发动的攻击 毕竟他们在保护自己 免受俄罗斯从这些地区发动的攻击 看来这是个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击 那么按这道理来说 乌克兰应该可以自由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另外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约1.2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 包括海马斯火箭炮药弹 标枪和反装甲导弹 反无人机和反电子战系统 155毫米和105毫米 火炮弹药等等 继续说库尔斯克的消息据报道 乌克兰特种部队库尔斯克 利哥夫消灭了臭民昭著的车程部队 艾哈迈德旅的指挥官 同时还摧毁了车程部队的指挥所 大约有30名卡德罗夫分子被消灭 很多俄粉为俄罗斯粉饰太平 极力隐瞒库尔斯克的真实战况 真实战况就是乌军在稳步推进 而俄军损失惨重 有图片显示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 用一辆小卡车 运满了阵亡战友的尸体 还有一名俄士兵 写了一篇悲伤的帖子 讲述了他的团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伏击的经历 他说在照片中的整个团队中 只有他幸存下来 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 还扎获了俄罗斯破坏和侦查小组 图片中 俄军称他们来自第810旅 在库尔斯克 俄军每天都拿乌军毫无办法 还死伤严重 天天投降人数增加 俄人又军心大乱了 一则视频显示 一辆俄罗斯BMP3 近距离设计一辆俄罗斯BMT2 以下视频显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 占领一座俄政府办公大楼 他们在干嘛 总之 现在库尔斯克差不多成了乌军掌握之地 虽然仅占领了1000多平方公里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俄军拿乌军毫无办法 马上到第18天 俄军仍没能调遣所谓的主力部队前来增援 因为俄罗斯不敢中了乌军的计谋 更搞笑的是 现在俄罗斯和亲媒媒体 根本不敢谈库尔斯克的真实情况 只是极力淡化他 甚至还颠倒了 编造了乌军被包围的谎言 包围之后 伟大的复仇要开始了 那3000个俄军如果不投降的话 不会有任何活路 还有此前残忍斩首 无俘虏的俄军 此下死定了 乌军的报酬要来了 昨天泽连斯基说 现在我们把战争送回俄罗斯 送回他们的家乡 他还指出 我们应该在俄领土上 给俄罗斯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 这是我们士兵的应用工作 另外泽连斯基说 进攻库尔斯克地区 是按照乌克兰条件 结束战争的方式 很好 在俄罗斯的领土上 给俄罗斯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 这两天我们都看到 看到罗斯托夫炼油厂的大火燃烧 五天人在燃烧 看到莫斯科遭到战争以来 最大无人机袭击 看到俄本土的军用机场 频频被乌军成功袭击 看到库尔斯克的俄军 大批的被投降和被包围 同时我们还看到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熊霸已经陷入了 束手无策的困境 在伊朗和以色列大战之际 普京的特使 邵伊古带着几大货机军员 物资到了黑德兰 与此同时 乌军挥尸攻入俄本土 泽连斯基还发布一个声明 乌克兰自己研发的导弹 可以覆盖整个莫斯科 巧合嘛 一点都不巧合 这是美欧给普京的直接警告 只要你胆敢援助伊朗进攻以色列 我们就知道你的潮雪 你还想像上次那样 怂恿海马斯 补习以色列 以转移俄乌战场上的压力 这次连门都没有 通过进攻俄国内的战略大后方 既牵制前线的俄军行动 又引起俄国内大规模恐慌 此次乌军将战火烧到俄本土 对俄罗斯国内民众的信心打击慎重 特别是普京正面临危机四伏的国内矛盾 反普京势力在全国各地蠢蠢欲动 乌军的战略行动将大大改变 普京政权垮台的时间表 从而加速乌克兰战争结束的进程 如果未来乌克兰战争是以弹劾结束 那么在未来谈判中 双方准备什么样的筹码 就决定谈判的走向和结果 显然小则要提前备足筹码 乌军进攻俄本土 本来就是未来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 因果率是宇宙最朴实的铁律 无论什么样的姻缘都一定有相应的果报 普京在两年半以前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 毁灭无数财富和生命 他的双手沾满无数人的鲜血 上天的报应一直在等着他 盖来一定会来 普京当然看得清上述局势的逆转 他选择的对策是破釜沉舟 在从各地派出一些杂牌部队 支持库尔斯克战场的同时 督促主力部队在顿涅兹克方向加强了攻势 他希望迅速打穿乌军的乌冬防线 拿回战场主动权 表面来看俄乌双方现在的局势 就是你打你的库尔斯克 我打我的顿涅兹克 但乌冬地区村镇密布 战壕坚固 而库尔斯克地区防御十分保守 双方优劣势十分明显 即便俄军在顿涅兹克 可以实现突破局面 乌军也不会在一村一阵的消失 而是以消灭俄军有身力量为目标 转为运动战 离开攻势运动起来的俄军 就会暴露在海马斯F16构建的火力网之下 俄军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实现 库尔斯克是乌军的主攻方向吗 我认为只是一场阳攻 主要的消耗俄军的是战略预备力量 动摇俄罗斯防线 威胁与莫斯科地区动摇普京的统治 当俄军防线开始捉襟剑轴之时 乌军最终的攻击目标才会显著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也决定着普京的政治命运 我认为是战争的胜负手